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高难度谈话 什么是高难度谈话 就是陷入僵局没有办法继续的谈话 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工作中 高难度谈话无处不在 比如你的薪水几年没变动了 你想跟老板提加薪该怎么谈 女方来到你所在的城市 想要跟你一起奋斗 你却想结束这段恋情 又该怎么去谈 面对这样的谈话 有些人无从下手被逼得近乎绝望 有些人却应对自如 不光为自己争取到了加薪 还将经理的职位收入囊中 他们通过谈话可以轻松搞定 别人眼中最麻烦的客户 也可以妥善地处理生活中的感情问题 差别如此大的原因是 有些人了解高难度谈话 掌握了应对的技巧 那么高难度谈话到底难在哪里 又有哪些技巧呢 今天讲的这本书正是要告诉我们这些答案 这本书的作者道格拉斯斯通 他可是世界上最会谈话的人之一 曾经参与1980年美国伊拉克人质谈判 和南非结束种族隔离谈判 他还是文明世界的哈佛谈判项目组的副主任 先后服务于波音 IBM GP摩根等全球知名企业 高难度谈话一出版就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之后又被翻译成25种语言畅销全球 出版近20年来 依然长居美国亚马逊书店 语言沟通类图书前10名 管理大师彼得圣吉说过 唯一不需要阅读本书的人 是那些从不与其他人一起工作的人 接下来我将从两个问题着手 为你讲述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第一个问题 高难度谈话到底难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 怎么处理高难度谈话 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高难度谈话到底难在哪里 道格拉斯分析了数千种高难度谈话之后发现 谈话陷入僵局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是认不清事实 绝大多数陷入僵局的谈话 往往都伴有争执 争执的焦点都环绕在事实身边 比如你说了什么 他说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他又做了什么 谁是对的 谁又应当承担责任 高格拉斯认为 之所以有这种争执 是因为我们陷入到了三种假设中 第一 我们假设自己是对的 对方是错的 第二 我们假设对方存有不良意图 第三 我们假设责任都在对方 自己没责任 陷入这三种假设的结果只有一个 争辩 没完没了的争辩 我们假设自己是对的 对方也会假设自己是对的 我们假设对方存有不良意图 对方也会觉得我们不是好人 我们假设责任都在对方 自己没责任 对方恰恰也是这么想的 结果双方陷入争辩 要想跳出这三种假设的陷阱 我们要做的是 学会倾听和换位思考 如果你能在谈话开始时 先倾听对方的感受 并站在对方的角度 看看他为什么这样做 再看看自己身上有什么责任 谈话就会变得轻松很多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凯利是希德的下属 他总是不能准时提交文件 希德为此找凯利谈过好多次 但是没有用 每次谈到这个话题 凯利就很不高兴 在希德看来 文件提交迟了 这是很大的错误 凯利或者是工作不够努力 或者是没有时间观念 总之凯利需要对此负责 在凯利看来 自己承担着大量的工作 投入了全部的精力 希德却视而不见 每个月文件迟交两天 有什么关系呢 那些文件十分钟就能看完 希德他是在吹毛求疵 两人都带着自己的假设 谈话自然进行不下去 这个时候打破僵局 就需要倾听和换位思考 一旦站在凯利的角度 希德发现凯利并非不努力 她的工作确实太多了 自己从未给予肯定 也从来没有向凯利解释过自己的工作 而站在希德的立场 凯利发现 处理这些文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如果自己提交迟了 希德月底每天都得加班 准时提交文件并非是在为难自己 两人跳出了自己的错误假设 谈话很快就取得了突破 希德赞赏了凯利的辛勤工作 凯利也向希德保证 今后一定会准时提交文件 高难度谈话的第一个原因就讲到这里 三种错误的假设 让我们认不清事实 进行无谓的争辩 让谈话陷入僵局 再看高难度谈话的第二个原因 不了解情绪 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 谈话是为了解决问题 双方应该刻意回避情绪 但是道格拉斯认为 情绪无法回避 如果双方不能理解和认可彼此的情绪 那么谈话根本走不到解决问题的这一步 理解情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多数人觉得很了解自己的情绪 事实并非如此 很多情况下 我们常常会被某一种强烈的情绪蒙蔽 进而忽视了其他的情绪 比如在爱这种情绪下 隐藏着关心和自豪两种情绪 在愤怒之下 隐藏着失落和恼怒 在受伤之下 隐藏着失落 背叛和辜负 在害怕之下 隐藏着尴尬 内疚 后悔 羞耻和厌恶自己等等 我们来举个例子 索菲亚在微笑天使大赛当中 获得了第一名 妈妈激动地抱着她说 我爱你 宝贝 这里的爱 就是一种强烈的情绪 在她之下 还隐藏着她的另一种情绪 自豪 她为有这样的女儿而自豪 发现这些隐藏的情绪 可以帮助对方 更好地知道自己的感受 从而把争吵 转变为理解 我们来举个例子 布莱特毕业之后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母亲频繁地打电话 催促她 多发简历 多面试 布莱特感到很愤怒 他把这一问题告诉了朋友 马克 马克问他 除了愤怒 你还有别的情绪吗 布莱特想了又想 他发现 除了愤怒 他还有很多情绪 比如羞愧 害怕 疑惑 丧失信心 如果布莱特只表达了愤怒的情绪 母亲也许会告诉她 她的不思进取 也让母亲很生气 这样只能加剧双方的怒气 对谈话没有任何帮助 可是 如果布莱特能够表达自己更多的情绪 将为母亲提供思考的信息 母亲会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对儿子造成了心理负担 转而理解布莱特的感受 他们之间的谈话 就不会因为彼此的愤怒而草草结束 当然 情绪十分狡猾 他们有时候会把自己伪装成各种评判和指责 一旦这些评判和指责 占据了我们的大脑 就会使得双方认不清事实 陷入错误的假设当中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艾玛和汉娜是闺蜜 最近他们的友情却遇到了危机 艾玛认为 自己帮助汉娜走出了离婚的阴影 在汉娜感到孤单时陪她聊天 但是汉娜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声谢谢 艾玛觉得在这段友情当中 她付出的远远要比汉娜多 在艾玛看来 她已经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汉娜 但是我们来听一下艾玛是怎么说的 艾玛对汉娜说 你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丝毫不顾及别人 汉娜听了之后反应很冷淡 她反驳说 我不是那样的 你太敏感了 这场谈话之后 汉娜依然我行我素 不难发现 艾玛想要表达自己的感受 但是她对汉娜说的这句话 你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丝毫不顾及别人 其实是一句评判 或者说是一句指责 在汉娜看来 只有一个意思 艾玛在指责她 如果你是汉娜 你会接受这样的指责吗 肯定不会 艾玛的评判和指责 只会让谈话陷入僵局 破坏他们已经岌岌可危的友情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找出隐藏在评判和指责背后的情绪 你不妨多想一想 为什么会指责对方 隐藏的情绪就在答案中 找到隐藏的情绪之后 把它们充分地表达出来 比如在这个案例当中 艾玛可以想一想 自己为什么想要指责汉娜 因为汉娜的不冷不热 让自己觉得受到了伤害 很生气 为了二人之间的友谊 自己付出这么多 汉娜不感谢不说 还如此冷漠地对待自己 其中受到伤害 失望就是隐藏在 评判和指责背后的情绪 艾玛可以在一开始 就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 告诉汉娜说 我觉得很受伤 不知道我们还是不是朋友 你看 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情绪表达 没有假设对方的意图 也没有假设责任是谁的 甚至这句话里面 没有出现你这个词 这样的表达 可以卸下对方的防御心理 促使双方认可彼此的情绪 一旦情绪得到认可 那么接下来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好 到这里 谈话陷入僵局的第二个原因 我们就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谈话陷入僵局的第三个原因 不能保持内心的平衡 高格拉斯发现 很多高难度谈话之所以难 是因为谈话威胁到了我们的自我认知 每一次谈话 我们的自我认知都在经历着考验 这些考验无异于我们内心世界的一次大地震 让我们失去平衡 面对失衡 我们的身体必然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比如沮丧 不想继续谈话 或生气的大吼大叫 不管哪种反应 都会让已经举步违艰的谈话 彻底崩溃 怎样才能保持内心平衡呢 方法就是不要企图压制对方的反应 而是要做好迎接这些反应的准备 我们来举个例子 经理要解雇一名员工 得知这个噩耗 员工情绪很激动 甚至对经理恶语相迎 为了压制住员工的情绪 经理一再强调 是因为员工自己工作上的失误 才导致了这次解雇 最后员工恼羞承诺 跟经理大打出手 一开始 员工激动的情绪 让经理觉得自己的决定被质疑 自己不是一个好经理 这样的质疑 威胁到了经理的自我形象 于是经理想要压制住员工的情绪 让员工按照自己设想的那样 安静地接受 然后悄悄地离开 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经理需要知道一点 员工有权激动 这是他的正常反应 谁也无法控制 作为经理 你应该做的是 迎接员工的各种反应 如果在谈话前 提前把员工的各种反应 都想了个遍 把应对的方法都准备好 谈话时 员工的反应都在意料之中 你表现的就会很淡定 准备的越全面 在谈话中 越能保持内心平衡 到这里 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讲完了 高难度谈话 之所以难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任不清事实 二是不了解情绪 三是不能保持内心的平衡 下面我们来说第二个问题 怎么处理高难度谈话 道格拉斯在本书中介绍了处理高难度谈话的四个步骤 接下来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步骤 从第三个故事开始 什么是第三个故事呢 它是指站在中立的角度去叙述事件的发展过程 在一段高难度谈话的开头 我们通常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 阐述自己的观点 对方也会站在他的角度 阐述他的观点 想要说服彼此 很难 而从第三个故事开头却不同 中立的局外人 公平公正的叙述 这样的开头 更容易让人接受 不产生抵抗心理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两个室友杰克和彼得之间出现了矛盾 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呢 我们分别听一下 第一个故事是由杰克叙述 当然是站在杰克的角度 我的室友彼得 总是把脏盘子丢在水槽里 长时间不清洗 每次都是我去洗这些盘子 这让我很烦恼 我曾经向彼得提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脏盘子丢在水池里不洗 会危及我们的健康 彼得不屑一顾 不在乎地说 放那里好了 我一会儿就洗 第二个故事由彼得讲述 站在彼得的角度 盘子放在水池里 我会去洗的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为什么我就必须马上洗出来 我想要待会儿再洗 杰克老是不等我的待会儿洗 就自己洗了那些盘子 然后来指责我 这让我很郁闷 我们来听听第三个故事 由杰克和彼得的共同朋友讲述 站的是中立的角度 杰克和彼得是合租室友 他们有不同的生活习惯 对于什么时候洗盘子 他们的意见不同 正因为如此 他们常常会因为对方的行为 而感到不悦 很明显 在杰克和彼得都站在自己的角度 叙述故事的时候 都存在对对方的评论 然而 在第三个故事的描述中 你找不到任何关于双方观点 熟对熟错的评价 杰克和彼得都能接受第三个故事的原因是 双方都觉得自己的故事获得了认可 这样的说法是公正的 发现了这点 杰克就转变了自己的谈话 他试着让自己站在中立的角度 不带评论的去跟彼得谈 彼得 关于什么时候洗盘子 我们俩的看法似乎不太一样 我们能不能谈一谈呢 彼得很欣然地接受了这一请求 没有任何抗拒 他们的谈话进行得相当顺利 第一个步骤就讲到这里 在谈话开始的时候 站在中立的角度 客观叙述事情的经过 这有助于建立一个双方都认可的谈话基础 处理高难度谈话的第二个步骤是 学会聆听 通常我们都想要说服对方 却忽视了对方说了什么 这个时候对方可能会觉得 我们没有听懂他说的话 于是一遍又一遍地讲给我们听 甚至提高音量 结果可想而知吵了起来 我们都想要说服对方时 总要有人先做出让步 如果我们能停止争辩 先听对方怎么说 他们才会停下来听我们说 这里道格拉斯说的聆听 可不是把对方说的话 从头听到尾就完了 而是有技巧的 首先在听的过程中 你要通过提问去了解对方 你的问题需要是开放式的 而不是封闭性的 封闭性的问题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 提供不了什么信息 开放性的问题才能让我们去了解对方 比如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在这个项目当中你遇到了哪些困难 这些就是开放式的问题 当对方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接下来需要做的是阐释 就是用我们的话把对方要表达的意思翻译出来 我们可以这样说 你的意思是我没有事先征求你的意见 让你失望了是吗 或者 你的意思是这个项目的预算有问题是吗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第一通过阐释 检验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对方的话 第二告诉对方 我有认真听你说话 作为交换 该你听听我的想法了 聆听的最后一个关键是 认同对方的情绪 我们可以明示或暗示对方 我们正在努力了解他的情绪 有时候我们无需开口 甚至一个简单的点头或凝视 就可以让对方明白我们的认同 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情绪被认同 如果你认同了对方的情绪 对方的不安就会消失 对下面的谈话提供了好的辅助作用 好 聆听了对方的想法 接下来该他们听我们的感受了 这也是处理高难度谈话的第三步 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 我的想法说了很多遍了 怎么对方还是不明白 其实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在重复一些 无关紧要的话题 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来举个例子 查理的弟弟患有诵读困难症 他想要帮助弟弟走出困境 于是经常在弟弟面前这样说 你应该去参加辩论小组的活动 那对你有好处 你应该出去走走 多和别人聊聊天 然而无论查理说什么 弟弟都觉得哥哥是在嫌弃自己 并心存戒备 结果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糟 在这个故事中 对查理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查理说他爱弟弟 想要做一个好哥哥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在谈话当中 查理从未表达过 弟弟又不懂读心术 他无法了解哥哥的真实想法 当查理把这一想法告诉弟弟时 弟弟呆住了 哥哥竟然爱自己 而不是嫌弃 他还需要自己的帮助 才能成为好哥哥 结果查理这样做 让兄弟俩的关系出现了转机 变得越来越好 在很多谈话中 我们都会犯这样的错 让谈话陷入僵局 所以当我们进入谈话后 先要问问自己 有没有把最核心的问题表达出来 其次表达想法时 一定要直接了当 不要让对方猜谜语 比如结婚之后 老公陪丽丽逛街的时间少了 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丽丽越来越讨厌 这样的周末时光 她对老公说 亲爱的 这个周末家里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 丽丽希望老公放下游戏 但是问题在于 她把话题引向了做家务 这其实不是她的真正目的 老公完全可以说 事情也没有那么多嘛 等我打会儿游戏再说 接下来 两人是不是继续讨论做家务的事情呢 正确的表达方式 应该是直接告诉老公 我想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 最好的沟通方法就是开门见山 直接告诉对方你的想法 最后你需要清楚明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对此道格拉斯给出了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不要把自己的结论当成真理 在高难度谈话中 我们经常会把自己的观点当成客观事实 这样做只会招来对方的愤恨和防御 将谈话引向争执 第二个原则 告诉对方你的结论从何而来 你拥有一些对方不知道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可能相当重要 那么就把它们说出来 第三个原则 不要夸大其词 为了让对方了解我们的低落心情 我们一不留神就会夸大其词 比如 你为什么总是对我的衣服说三道四 你从来都没有说过赞赏我的话 总是往往从不 这些词语意味着对方改变自己行为的可能性很小 而我们希望的是对方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 最好的办法是不断地告诫自己 对方是无意的 他还不知道这样做事伤害了你 然后邀请对方转变思维 处理高难度谈话的第三个步骤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第四个步骤解决问题 这一步的核心是引领谈话 当你发现谈话将陷入僵局的时候 让谈话重新步入正轨 道格拉斯介绍了三个技巧 第一个技巧是再构造 用你的话翻译对方的想法 只不过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中加入你的想法 这样做的目的是改变对方的思维模式 比如詹姆斯对琳娜说这都是你的错 琳娜可以这样说 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一定责任 不过我想我们双方都有责任 与其追究到底是谁的错 不如一起想想我们都做了什么 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看琳娜说我有一定的责任 这是翻译了詹姆斯的想法 但是他同时加入了自己的想法 双方都有责任 琳娜用这个技巧让詹姆斯不再一味的指责 正是双方的责任 引领谈话的第二个技巧是宠你话题 有时候无论你听得多仔细多么诚恳 也不管你对谈话做出多么精妙的再构造 对方就是不理会你 打断你的话攻击你的观点 甚至不让你发言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宠你话题 你可以将你在谈话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来 以此作为一个新话题 比如谈话中 马克总是在攻击乔治 乔治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作为一个新的话题 乔治可以这么说 每次我说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你都会气急败坏地攻击我 这已经好几次了 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你心烦意躁 反应这么强烈 宠你话题之后 乔治不再一味地表达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 转而去探讨马克心烦意乱的原因 找到原因之后 就可以驱散谈话中的不和谐因素 扭转谈话的紧张局面 当我们引领谈话 让谈话重新步入正轨后 解决问题的时间到了 在这一步 你要做的是创造选择 如果一方一味地退让 关系必定不会长久 解决问题 往往需要双方相互迁就 相互照顾 所以你创造的选项 一定是可以同时满足双方的利益 我们来举个例子 邻居家院子里的狗经常乱叫 吵得伊娃夜里睡不着 伊娃找到邻居 问他 能不能换一只不叫的狗 邻居听了很生气 建议伊娃戴着耳机睡觉 结果他们不欢而散 伊娃意识到 这样的谈话解决不了问题 自己夜里还是会被狗吵醒 这个时候 伊娃就需要创造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选项 比如请邻居把狗屋挪到远离自己家的另一角 经过沟通 邻居觉得伊娃的主意很棒 他们愉快地聊了一个下午 伊娃知道 如果自己不打算搬家 就必须找出可以让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在面对高难度谈话时 道理是一样的 到这里 高难度谈话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完了 我们无法改变他人 但是可以改变谈话的思路 邀请对方和你一起努力 打破僵局解决问题 希望通过高难度谈话这本书 我们都可以成为谈话高手 好了 高难度谈话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